嗨 大家好 我是PFY 自從解完情緒2之後呢 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怎麼刷出腳 PFY你是怎麼自動刷出腳的 好 那我這邊呢 就是來講解一下 我怎麼做到這個東西的 我這邊就直接把安全検疑 個在下面連結就直接下載到 不知道會不會跳出防毒的通知 不過這種軟體呢 我從2005年到現在 經歷了XD 溫7 溫8 到現在的溫10 需要的時候都沒讓我失望過 而且我用了那麼久沒問題 應該是沒問題 對啊 呵呵 先打一下預防之後 我在設定完之後呢 發現沒有更簡單的方式 可以處理到這件事情 不過呢 既然我已經設定好了 而且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就沒有再去優化了 反正可以用就好嘛 如果當你了解之後呢 去優化再放下來跟大家分享的話 我也很歡迎你們 下載解壓縮後 直接打開QMAPRO的CX19 這個答案就好了 你會看到跟圖片一樣的畫面 這時候確定都有效的部分 都會打過後 再做一點收感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設定下去了 首先呢 我們要設定遊戲內的快捷鍵 如果你以前沒有設定過 可以照我的設定就好了 這樣就不用再修改按鍵經營的內部按鍵 把你要施放的技能呢 跟盾桃數呢 放在前三個技能欄裡面 這是一般玩意 不然的話 如果腳本出錯 可能會點到優惠啊 信典或是福利這種按鈕 這樣腳本就當掉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你要施放的技能呢 設定為Q 然後盾桃數呢 設定快捷鍵為W 然後書腳的位置呢 設定快捷鍵為T 角色本身呢 的位置設定為2 逃跑的快捷鍵呢 設定為Z 然後再來是大地圖的部分 在後面一點點的位置呢 設定為I 然後任務觸發點呢 設定為O 好 以上都是對應到我暗箭經營的設定 如果我都了解的話 可以自行調整這樣 好 沒有問題 以後 只要到這個地圖的右上方 確定地圖不會移動之後呢 按下F2 就會看到角色自行移動啦 好了 就這樣 到這邊就已經設定完畢了 再來就是要講注意的地方了 首先呢 這個腳本呢 要能夠順利的操作 重點就是呢 第一回合要把書腳給秒掉 然後其他人的腳本呢 盡量不要拖到時間 再來呢 就是我要先來個 免責聲明 由於主隊的大家呢 都不會開機關盒 所以呢 角色不會因為死掉 或怎樣就回程 所以中間如果有人斷線 導致沒辦法一回合打死書腳 可能會造成腳本大爆炸 呵呵 最慘的甚至可能 玩家經驗值歸零 武將下野 以上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喔 各位使用前要自行斟酌啊 PFY 我不負任任喔 然後就是給隊長的腳本 隊員們只要用模擬清雷劍的腳本 就可以做到 放技能打書腳這個動作 那這邊我就不再多說了 好 但事實上到這裡就沒有問題啊 如果有問題的話就在下面留言 說不定會有大神出來相接我這樣 好 祝大家趕快把塑膠打完 爽爽拿輕味了吧 掰掰 我是PFY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歡迎訂閱我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